第二种方式的话,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,一定要连续的范围,你不能说中间断开,断开不行,OK,所以一定要连续的,像这一题的话刚刚好,它全部都串一起,那首先当然我们两个方选,一个是个别的啦,那个别当然前面讲过,就是第一个,我们就是插入一个方选,方选名称的话呢,就叫做地址函数, 本来是空的,假设这个拿掉,那插入一个方选叫地址合并,第二个的话呢,把上面的这些邮递取号到楼复制贴过来,东间加斗点,这个方式的话呢是,等于是第一种不是范围的方法,那其实当然我们可以拿第一种做完来改,那这边的话呢,当然底下就是判断,那需要判断的其实只有断,向,弄, 这几个要判断,这几个要判断,那其他不用判断,所以呢基本上,我们判断的方法,if,断,不等于空的,then,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,这边有一种比较简洁,更简洁的写法, 你想说,老师为什么你把那个中间执行的东西写在最右边,那其实特别注意哦,如果未来你看到呢,假如说你的程式里面,原来写法应该是这样子,要写三行, 我前面讲过了,end if,有没有,if又end if,但是有一种情况,你可以把它精简,什么情况呢,就是你里面的程式只有一行,你要执行的程式只有一行哦,特别说你两行都不行哦,如果只有一行哦,有一种精简的写法不用end if,一行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一行,搬到then的后面加一个空白,然后呢可以不需要end if,这样的写法哦,可以让程式本来是三行,可以变成三行,可以变成三行, 但是前提是,实行的那一行哦,只有一行哦,你不能两行,你同时放后面不行,只能够只有一行可以放后面,OK,所以刚刚那个上面的写法你也可以精简,因为这边有没有,你也可以把这个怎么样,把这一行搬到then的后面,然后空白,然后这个end if拿掉,这样有没有,又少了两行了,其实我讲过啦,我的程式物求就越少越好,因为你程式一写多哦,光看就越少越好, 就觉得心烦,对不对,自己以后看,然后觉得哇,怎么写这么多哦,所以程式越短,然后呢看起来,当然你维护起来,当然看也会越清爽,不过前提是只能有一行哦,你两行写到后面就不OK,那我们就是这个,段,向,弄,号的话不用,号只是说我串一个号在后面就可以,几号,因为号一定会有,所以不用判断, 再来楼,再来就是把最后的东西串在一起,丢回给地址函数,哎,他就串完了,好,这个是方法一,方法二是范围,那我刚刚讲过,我们就把上面这些有八个资料,把它改成一个,就是你给我一个范围就好了,但是这个范围里面呢,实际上有八个东西,所以哦,实际上就是什么,把, 八个东西,我要把它拆开来,分开来,那怎么分呢,基本上我这边哦,可以用那个刮壶,一之一,一之二,一之三来判断,不过,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,一先把地址范围,先丢给A,第二个的话呢,你要算哦,一之一是游地区号,再来二是乘四,三是接到,四的话就断,所以呢,如果断,哎,有没有,向五, 弄六,哦,所以特别注意哦,这边只是修改一下,A刮壶一之一,一之四,一之五,一之六,那一之七是浩,一之八的话就楼,那最后呢,再把这些东西,全部再串在一起,做输出,就会得到我们最后要的结果了,OK哦,所以应该可以理解一个道理吧,以后如果说,你有很长的范围,那记得用范围的方式来处理哦,OK,因为前面有讲过类似的,那这个地方的话,请各位哦, 试一下这个范围的方式来做,那待会的话呢,我们要做一件事吧,最后做完之后,那我需要做查询,那因为查询基本上,就跟资料库比较有关系,以前的话呢,通常会在资料库里面,可能下一些SQL语法,或者可能要人家帮你写程式,但是现在的话可以不需要,我们希望怎么样,地址合并完之后,我希望呢,这假设是这个是会员的, 会员资料,我希望帮我找出,在这个会员资料里面,住在中校东路的,有哪一些,帮我独立出来,自动产生一个工作表,帮我放到旁边,OK,那假如这样,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,按下地址合并,我demo给大家看,它会跳出一个请输入关键字,那所谓的关键字,就是反正在这个地址里面有的,不管前面是什么,也不管是后面是什么,假设有中校东路好了, 其实就是中校东路,OK,那它会怎么样呢,帮我找到,那找到之后的话,我希望,那当然这个InfoBuds,输入之后,它会帮我放那个变数,那这个变数之后的话,会自动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,并且把这个名称丢给它,丢给它之后的话呢,把资料,查完的资料贴过去, 好,那再回答,我试一下给各位看,按确定,OK,2V,这个,是这一行,刚刚是不是塞,我看一下中校东路,那正常的应该是,它会看到最后的结果,它就把什么,中校东路查询的结果,全部都帮你捞到这里了,然后并且的话,可以显示出来, 当然你还可以去做其他的查询,可是这个要怎么做,其实这里的话,基本上我们原则上还是利用什么,利用录制续集做修改,那录制续集里面我用到一个功能,就是所谓的筛选,在那个什么,资料里面有个筛选,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针对什么,地址合并的这个栏位,找出关键字的话,其实我主要是利用筛选里面的,有个叫文字筛选, 因为如果你这个栏位里面是放文字的话,它会跳出文字筛选,里面有个叫做包含,包含意思说,不管前面是什么,也不管后面是什么,只要有你输入的关键字,它就会自动帮你找出来,那找到之后的话,它会把结果怎么样,我们再新增一个工作表,然后重新命名, 把东西贴过去,那就完成一个cycle,只是说这个可能要先把那个动作先彩排过,再来录制,录制完再修改,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查询系统,那怎么做我想,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function做完,并且稍微看一下那个筛选这个功能, 那待会我会讲,比如说我要查什么,查住在仁爱录,假设,应该这个,可能刚刚好像多了一个,一行程式,那一行程式其实可以把它删掉,按确定,OK,它就自动产生一个什么,产生一个仁爱录,OK,这里的话,试一下,OK, ,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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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